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我们学过变量的一些分配方式 对不对 第一种可以从PHP分配变量给模板 第二种 模板中可以从配置文件中读取变量 第三种 模板中可以直接使用一些饱多变量 就是不用分配 也不用获取就可以使用的变量 对不对 那这点刚才讲一下跟变量处理有关的技术 叫做什么呢 叫做变量修改器 也叫做变量调节器 其实是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 这个是一个重点 对不对 那咱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使用变量调节器 什么是变量调节器 对不对 比如说假如说 假如说我们在PEARP端用分配的方式向模板中分配一个变量 比如说 在这儿我们生命一个变量VR等于这是一个DEMO 读写几遍吧 这是一个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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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对吧 现在 我们使用SMART ASI金分配 叫VR 给什么 给模板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在模板里边打开这个 直接使用高乐图位 你看 这是我们正常一个分配 然后一个显示 对不对 对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就是在模板里边输出了这个字幕串而已 对吧 没有什么特殊的 对不对 对 那现在咱们问题是这样的 在一个页面上 也就一个模板上 我既想显示这个圆形的这个纵串 我又想显示大写的 我又想显示每个单词大写的 怎么办呢 那如果用到咱们前面学过的技术怎么办呢 同样的变量我多输出几次 看到了吗 写个变量名一 变量名二 比如说每个单词都大写 STR2 UPPER 是不是叫这个全准成大写了 再来一个什么UCWORDS UCWORD 每个单词转上大写 看一下 需要分配三次过去 然后在我们这里边分三个变量单独使用 到复为二一 比二 到复为二 比二 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同样的一个变量一个值 我们在页面上是三用到三次三种显示 对不对 对 看这没问题这么做可以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在哪 这样做好吗 现在的问题是把处理的过程交给PRP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的这三种只是显示上 也就是在模板上 美工上处理的用法上不同 对不对 显示上的不同 那如果每个显示都这么做的话 那么谁的压力大 PRP程序员的压力大 对不对 他得配合美工 想要美工显示的他都得处理 对对吧 那对于这样的网站 比如说这样的网站 你看 我们这话 比如说西元编写CI脚本 看到了吗 对吧 这是一个标题对不对 这个标题 因为西元这个栏目这块标题 这个栏比较窄 这是一个边侧栏对不对 那如果太长的话 会把它撑开或者换行 都会影响户局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的处理方是什么呢 将这个变量怎么呢 到一定长度的时候 用点点代替 说明这个标题没显示完 对吧 我们想知道这个标题的全程 是鼠标一放上去 你看 是不是有一个弹处框 这个提示框 说西元编写的CGI脚本 是否执行效率更高一点 对吧 那这个标题是不是现在全程了 那如果用到刚才的那个想法的话 在模板里显示现在是不是 我得分配过来最少两个变量 对 一个是截取后的 一个是什么全程 是不是 两个变得分配两次过来 如果用刚才那个想法 对吧 那你想象一下 那咱们PRB成员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就得多少 处理两次啊 发过来 那能不能干嘛呀 我们只发过了一个变量 在模板里边 然后呢 在模板里边 我们调节这个变量 想象的显示什么样 就像的什么样 对吧 所以思路就转变成 这个处理过程变成到哪啊 不是在这处理了 怎么办 还是分配一个变量 在哪呢 要它在模板里处理 对吧 那在模板处理 如果是用smart2的话 就是smart第二版本的话 我们是处理不了的 怎么的呢 因为在这里边 不是处理不了 是在这里边 我们是不能调用PRP函数的 明白这意思吗 而在smart3 我们可以在模板里边 直接调用谁啊 PRP函数 这样的话 我们只需要分配一次 是不是就可以了 像这样的话 我们在界面上好多啊 比如说后边这个时间 看到了吗 你如果就分配一个时间 你用车过来 我想它显示什么样格式 就什么样格式 比如说这个 什么5月28号 对不对 放上去2008年5月28号 对不对 9点43分等等 对不对 看到这样的变化了吗 下边提示 对不对 对 所以分配一个时间 用两种显示方式 所以扔过来就是时间 有错 那我们在这里边 你可以smart3支持 调用各种皮尔比函数 来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这是圆 圆形 对不对 对 你看 把处理变量 调解变量 修改变量 就是用函数处理变量 对不对 对 这过程放到模板里边来 你看我们使用 优先 那个 str2 UPPER 你看 和调用PRP还是不是很相 对 记得我这样的操作 smart2的模板是做不了的 现在咱用的是smart3 支持调用所有系统坏数的 2 这块是 UCA WRDS 如果能把处理 放到模板里处理 那我们只需要分配一个变量 行了 美国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来我们再看一下 str7 结果是不是一模样 不要 现在我在PRP段 是不是只分配了一个变量 不需要下边分配多次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于程序员写PRP的逻辑 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对 那现在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美工人员是写模板的 是不是这样的 那想象一下 美工人员他能知道多少个PRP函数 那有几千个函数 对不对 他不是做PRP的 他怎么知道PRP函数 也就是说他连函数的概念都不知道 怎么能知道 对吧 如果你是PRP成员的话 你还可以这么做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怎么的 他处理界面变量的方式 也就那么十几种 二十十种 二十种的 对不对 他只要记住这十准二十种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用是学大量的PRP函数 对不对 那他就做PRP成员了 不一定做美工了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 不用这种方式做 我们怎么做呢 看一下 我们找到 什么 现在知道 为什么要用变量调解器了 对不对 那变量调解器就是我们这里边 模板设计者要学到第五张变量调解器 看到了 那系统工提供了这么多变量调解器 对吧 每个变量调解器就相当于函数 但是呢 你要是跟美工人员讲函数的作用 你会跟他说很久很久 对不对 所以咱不用说 什么呢 他的用法 虽然就是函数 对吧 但是呢 用起来 可不是我们那个函数的那个概念 什么呢 他是这么用的 到了不 VR变量 加个竖线 比如说跟原来我们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看 我在下边再写一下 我这放 收出一行线 放上去 这上面不同的哪呢 到处也还是得变量对不对 加个竖线 加个竖线 后边我们就可以处理了 其实这话就是什么 函数名 那在我们这里边就是变量调解器名 对不对 那也就是哪些呢 也就是这些中的任何一个 上等了 对 那如果有参数怎么办 看好了 用冒号 用什么 必须有一个参数 默认的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竖线前面的变量 明白吗 然后你这块冒号后边写的参数 其实这是参数二 第一个参数是谁 是不是这个变量字节 对不对 然后如果有两个参数的话 在什么 参数三 对吧 如果有四个参数的话 参数四 就是函数的参数 就这样的用法格式 对不对 上面我们这传的参数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参数是在这传的 默认是第一个参数 对吧 那这种用法给美工来说 就不是函数用法 相当于属性的用法 对不对 对吧 那也相当于把这个传到这函数里边 是不是也是对一个变量进行调节 你想变成变成什么样 你就用什么样的函数将它显示变成什么样 听什么 比如说刚才咱们做的那两种 找一下系统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函数呢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格式 对不对 我把它 注视掉 注视掉 来你看一下 比如说还是刚才这个转成大写或者小写 你看这里边有没有呢 用这里边咱们做一下 有UPPER 对不对 你看 这是一个变量 直接放到这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能转大写呢 比咱们不是函数的用法 为R 竖线 UPPER 过行 你看 变没变成大写呢 变成大写 是不是变成大写 那这种用法 用户可以不懂任何PERP的函数 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变成大写 对 知道吧 当然这个不需要其他餐 如果需要其他餐 的话冒号 村餐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这里边看有没有每个单次都转成大写的函数 是吧 这里边函数里边有没有呢 这是全转成小写 这转成大写对不对 找一下有没有呢 好像被提供 是不是 哪呢 看一下就行了 这是航宽的一个约束 对吧 没有每个单次转单的 那没有怎么办呢 我就想处理上每个单子手这么大写呢 后边我会教大家怎么的 对单独的处理方式 这里边呢 是最常用的一些 但是这些呢 咱们不一定用到这么多 对吧 那假如说 咱们在处理函数的时候 你看 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能不能我即使用这个处理 对吧 函数呢 是不是有签套啊 比如说都每个单次转成大写 我在str substr 什么意思 对 我再截取成 什么 5个长 比如说 20个长度 你看 是不是每个单子手这么大写 并截取20个长度了 函数 我们是不是可以嵌套啊 对 对不对 可以 函数我们是可以嵌套的 那我们在这处理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嵌套呢 比如说 VR变量 UPPER 是不是大写啊 对不对 那我们再 你再处理一下 你看 这里边我们还可以干嘛 除了我们处理大写的话 我们还可以 比如说 嗯 这里边我们再加什么呢 也截取一下吧 对不对 截取 这里边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截取的数量 截取多少个 对不对 我就用第一个参数 你看 再加个出现 就跟嵌套关一样了 先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大写 然后再 截取 看下截取的还是什么 是 是 T-R-U-N-C-A-T 对不对 来我们再看 T-R-U-N-C-A-T 截取 多长呢 比如说 这写上 三十个字 看到了吗 跟刚才的嵌套一样 这叫组合变量调节器 对吧 说白了就是咱们这种 函数嵌套的关系 对吧 来我们试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组合了 现在 希望大家能明白 什么是变量调节器 对吧 说白了就是在摩板里边处理变量 对 就是变量调节器 对吧 那为什么要在摩板里处理变量 知道为什么吧 因为你在P-R-P处理的时候 改变了又不处理 成员处理的又逻辑 对不对 那变量只有在显示的时候 才变化 这种处理才是最好的方式 而这种处理就得放在摩板那边处理 对不对 摩板处理的话 你要借注意P-R-P函数 美工不知道 因为摩板是美工写 对不对 所以呢 就要学些什么 就要 学Smart 里边的变量调节器 对不对 它一共提供这么多变量调节器 对不对 那 下一节课 我们再逐一的使用一下重点的一些变量调节器 好吧 这节课我们主要了解什么是变量调节器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不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了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